大家好,我是陈琳 这一期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张大千 记得去年我的第一个Vlog是关于风子开诞辰120周年的一个展 那今年是张大千诞辰120周年 整个大中华地区都有很多纪念的活动 包括像台北故宫有一个展览叫巨匠的剪影 很多拍卖行他们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纪念张大千的拍卖专场 那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中国近现代画史上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如果要给中国近现代画家排一个名的话 无论怎么排张大千肯定都是稳居前三的 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粗暴的角度来看一下 是张大千的画作在艺术市场上面的表现 张大千的话在历年的这种拍卖市场上面一直是很好卖 卖得很贵 贵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我们说一张画卖到上千万元 大家都会觉得超级贵了 如果是卖到上亿元 那简直就是天价之作 张大千这样子的天价之作竟然有八张 有八张 这个数量比他同时代的什么齐白师啊 徐悲鸿啊都要多 是绝对的number one 那其中最贵的一张香港舒服比2016年春拍的桃园图 成交价是2.25亿人民币 那么问题来了张大千的话卖这么贵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呢 又贵又好卖那肯定是因为他画的好呀 艺术价值被市场所肯定 作为中国近代画家里面的一代宗师 张大千的话意确实是非凡的 就连他同辈的另一位大师徐悲鸿也这样赞美他说 500年来一大千 500年才出他这么一个奇才 那其实张大千他不光是一个奇才 他还是一个全才 花鸟人物山水 公笔写意 泼墨泼彩 书法 无一不全 无一不经 张大千就是一个原创力很牛的艺术家 虽然他很谦虚的说我是七分人是三分天 主要是靠后天的勤奋才达到今天的成就的 但其实他就是一个天赋很高的艺术家 他的艺术生涯主要是有三个阶段 而在每一个阶段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 张大千不光是一个厉害的原创画家 他还是一个厉害的作为者 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步入画坛 在他的早期的创作阶段 主要是对古人作品的一些领访 那个时候他最爱的model就是石涛 他可能是这几百年来研究石涛最厉害的专家了 他对石涛作品的领访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到一个出神入化 以假乱争的程度 很多人把他领访石涛的作品当作真品买回去 上过他当的人包括张学良 吴胡凡 黄斌红 徐碑红 陈半丁 都是当时艺术圈鼎有名的大咖呀 包括像欧美的一些博物馆 都曾经把他的一些仿古作品作为征集买回去收藏 那张大千为什么要去当一个假画贩子呢 其实卖假画牟利应该不是他的主要目的 这个其实还是他在向古人学区绘画的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那之前刚才我们说过了 他其实学区绘画是非常勤奋的 七分人士三分天 这里面就包括他一遍遍临摹古人的作品 就拿他自己收藏的最爱的那张董元的江低丸景图来说 光是临摹里面那个树的画法 他就不下三十次 而整张图的临摹 我们现在知道的纯实就有三张 所以他花了这么大的精力 这么认真投入的去做这件事情 结果就是要追求一个完美 他的仿作能够为大家当作真迹来收藏 也是合情合理的 张大千如果只是满足于画的像古人 那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代宗师了 但凡是能够在艺术史上面流名的艺术家 一定是有他鲜明的个人风格的 1941年的时候张大千歇家带口 组了一个三十人的团 花了五千两黄金去干嘛 去敦煌面壁 那我们知道敦煌石窟的风格是 唐代以前的高古中古的那种风格 张大千在敦煌待了三年 临摹了三百多幅作品 这一段经历对他后期艺术风格的转变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去敦煌之前呢 张大千的艺术风格还是承系了明清文人画的传统 就拿他的侍女画来说 本来是那种若不经风并奄奄的形象 但是从敦煌回来之后 他的侍女摇身一变成了那种高大健美风雨的形象 这个是参考了敦煌石窟里面那些佛像啊 飞天的一些画法 那包括像他的山水画也跳脱出了明清文人画的路数 而发展出一种气象恢弘 富丽堂皇 精密繁复的格局 那张大千从东旁回来之后 大家都觉得他画已经到那种流得不得了的阶段了 谁知道到了他的晚年 居然又发展出一种全新的风格来 泼墨泼彩 那这个风格不仅是把他推入了自己个人艺术生涯的最高峰 也把中国绘画带到一个全新的进度 那为什么在他的晚年居然会有这么大的突破与创新呢 其实说起来跟他自己个人身体生病居然是有关系的 别人身体都没什么不好 就是眼睛有点毛病 眼睛的毛病呢 是因为我有糖尿病 糖尿病呢 这个血管引化呀 就在咽去合并血管破裂了 所以呢 眼睛有点糊涂 我现在画画的 就不抽象而自然是抽象了 我眼睛看不十分清楚 完全是我心里相对的意思画出来 那另一个因为身体抱恙而取得非凡艺术成就的艺术家 就是怪婆婆草菅迷生 他患得有那个精神性的视听障碍 他那些作品里面的点啊圈啊圆啊什么就是 他出现幻觉时候看到的影像 所以如果大家身体有痒 不妨拿起画笔看看你能达到什么样的艺术成就 那其实张大千在晚年能够发展出这种全新的艺术风格 据说还受到了西方绘画的影响 他在1956年去巴黎举办个展 和毕加索会过面 也了解到了西方艺术发展的一些风潮 比如说已经结束了这种巨像的传统的时代 开始迈向一个现代的抽象表现主义的这么一个趋势 可能对他自己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启发 最终发展出了这种融合东方与西方 巨像与抽象的这么一个全新的 具有独特鲜明的个人艺术语言的风格 那市场对于他这个晚期作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当然是买买买了 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个八张过予作品里面有四张都是这种晚期的 Pomo破财风格占到了一半的比例 可见市场对于张大千晚年的这种全新的艺术风格是高度认可的 其实大家这么喜欢张大千的话也不仅仅因为他画得好 和他这个人有关系 张大千是一个情商特别高 特别懂得经营人际关系 又特别懂得自我影响和包装的艺术家 说起张大千就是有一箩的故事说不完 就拿他的名字来说 他曾经用过名号叫张元 元是古代汉子元的写法 因为据说在他出生的前一天 他母亲梦到有人托付一只黑元给他照顾 所以张大千就被认为是黑元转世 他这一生都十分喜爱养元猴 最多时候养过十几只元猴 就连作画的时候案头上面都有只元猴陪他 而且还抱着元猴去坐过飞机 他后来用的名号大千和他的出家经历有关 他曾经出过家 那大千是从佛经里面的大千三千里面画出来的 而且他还被土匪绑架去当过师爷 总之这个人就是精力特别丰富 然后为人又十分的仗义好情 经常是大宴宾客仗义书才 旗下是门人学生无数 他一生也是所谓的风流T-town 娶过四个太太 然后有无数的情人和红颜知己 而且对每个情人和红颜知己都十分的好 堪称民国话谈的段正存 张大千还是个吃货兼大厨 不仅会吃还会烧 死穿着嘛 每次请客的时候都要自精致挑菜还要写菜单 现在他写的那个菜单一张也要买几十万了 张大千还特别会经营和包装自己的个人形象 他留长衫穿长袍 经常是以一副先锋道骨世外高人的形象出现 总之说起张大千就有一箩筐说不完的故事 他就是一个十分具有传奇色彩的人 一个具有Christmas的一坛领袖 所以虽然他已经不在江湖多年 但是江湖一直有他的传说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Vlog 也特别感谢我的小伙伴 神秘的X小姐为本期视频出谋划策 喜欢艺术请关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会